你好我是Joyce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 平时都会借口健身 但在欢庆农历新年的时候 大部分人却会自我放纵 除了大吃大喝 小快又美味的年饼和佳节食品 总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这时候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后果不仅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还会影响健康 那农历新年期间该怎么吃 才能健健康康过大年呢 那就来听听Dr.Alva 甜壁玄中医养生医师讲解 吃年饼和糕点时 如何控制热量摄取 分着控制好它的量来吃 只有这个选择 因为没有说你必须要吃到多少 才可以说怎么样去控制 你只能控制你的嘴巴 因为摄入的食物 都是从你的嘴吃进去的 农历新年糕饼如云 每一款都如此美味可口 搭配各式各样的饮料 满足了口腹之欲 但体重随之暴增也是事实 因此吃年饼时 不少人都会配茶享用 然而喝茶是不是真的有助解腻呢 其实喝茶好像有带咖啡因 茶碱这一类的饮料 它其实真的有解腻的感觉和效果 但是解腻它不一定是解油 农历新年期间各种大小美食宴会 一波接一波来 在大快朵頤之后 接踵而来的就是健康拉起警报 那么在新年期间聚餐该如何吃才好呢 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喝一些水 就是汤类的水 或者是一些无糖的气泡水等等 让我们的胃里面先变一变 之后呢我们就先吃蔬菜类 蔬菜然后呢才吃这个肉品 蛋白质的食物 再吃一些我们的主食 比如说米饭啊面食等等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过量的吃进去 或是好像天然的 你看到它是蔬菜 看到它是肉 就是不要加工的 好像豆腐啊这些都很好 华人农历新年象征着 一年辛劳工作告一段落 也代表新一年将带来新的希望 在这和家团圆的日子里 我们更是不要忘了注意饮食建议 并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欢喜过新年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这里的解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